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的3月29号 欢迎回到现实人生 欢迎回到现实世界 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那个安华的行程 安华将在今天29号呢 他就飞到那个中国海南省的 那个博鳌出席那个亚洲论坛 当中就会见到那个 那个中国的新的那个总理呢 李强 然后呢 30号呢就到北京 31号呢 就会见到这个习近平 那么他会在中国呢 连续四天 那么我们都会跟大家跟进 那么before这个安华去中国之前呢 我们现实世界呢 我们来一点的娱乐新闻 给大家娱乐娱乐一下 开心开心一下呢 所以啊 所谓呢 你做初一呢 我做十五 他一报还一报 你来无厘头呢 我来跟你更加无厘头 那么这个 吉达州的这个大臣呢 今天终于遭受报应了 他刚才呢 他 其实是他自己公布的 他不公布 人家不知道 他说那个 哎呦 联邦政府啊 坏啊 就是说团队政府很坏啊 他说他grounded我啊 grounded知道吗 禁足啊 禁止啊 他说 凡是联邦政府举办的活动呢 他通通被grounded 通通不准进去 他竞赛 黑名单 啊 黑名单人物 就总之你进去呢 那那个保镖就在那边 double a muscle啊 这样子咯 包括呢 那个吉达州呢 最重要最重要的 那个活动啊 吉达州每年呢 就那个 兰卡尾的那个 黎马呢 那个佛罗交易的 那个航空展呢 是吉达州呢 哇 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活动 就在这个5月27号嘛 那么这个活动呢 周历不是吉达州政府举办的 这个活动呢 是这个联邦政府举办的 但是历来呢 吉达州大臣呢 是这个 这个 航空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嘛 他是开幕人物来的嘛 那今年呢 如果Sanussi去到黎马呢 那个宝贝就讲 No AA Muscle Black Lister You are grounded You cannot enter AA Muscle 整个脸呢 就没有掉了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自己惹来的啦 因为呢 他前上个礼拜 他做了一件 很无厘头的事情嘛 你们啊 听好好来啊 房市在吉达州打广告啊 打广告牌 那个广告牌啊 一定要有我的照片啊 只要你有安华 安华 就要有我 你有其他的那个反对党 你就会为现在哈利拉雅嘛 那个 Ramadda嘛 Ramadda 人家要祝大家Ramadda 然后哈利拉雅嘛 就等下大家要换那个广告牌嘛 你不管是谁 总之我的照片一定要在上面 啊 他的照片一定要在上面 他不管你啊 所以你看他这样子也蛮自大呢 啊 我觉得呢 总之我所认识的那个先知拿比摩哈玛呢 拿比摩哈玛呢 他禁止大家呢 留下他的那个照片 知道吗 啊 所以拿比摩哈玛究竟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他说 他 你们要歌颂那个神吗 不是歌颂我吗 啊 所以我不要留下那个照片吗 啊 好像我们的耶稣整天讲的 你要 歌颂的是上帝的名 不是我 啊 你不要把自我放到这样大 但是这个祭达大臣呢 哇 他把他的自我呢 放到这样大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啊 这是终于遭受报应了 OK 来我们看新闻啊 啊 这个 这 这次他就麻烦了 他总之现在只要联邦政府举办的活动呢 Sanloci一概不给他出席 啊 包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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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马 黎马他没得出席呢 就 就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的 啊 糟糕了 非常非常的 没有脸 第一次进打大臣呢 不能够出席呢 在自己境内举办的那个活动啊 啊 他除非他把那个朗高位的活动cancel掉了 啊 反正他什么都cancel了嘛 啊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今天不重复了啦 啊 啊 那个演唱会给他害惨了什么什么是不是啊 啊 所以主要主要就是因为那个三星就是那个广告 广告牌的那个事情啦 所以他现在呢 他没有的出席人家不给就是不给啊 你做厨艺我做15 那个有什么啊 你搞到这样子 他这个 他这个 杀鲁戏呢 是一个麻烦人物来的啊 他说现在要打呢 最打就跟你打啊 啊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以后你们有一天做政客啊 或者是你的啊 亲人呢 你的孩子呢 你的子子孙孙呢 你的好朋友呢 做政客呢 你记得千万不要绑架人民啊 啊 啊 啊那个普丁要打罢了啊 不是俄罗斯人要打啊 跟你讲啊 啊 只是普丁要打不是俄罗斯人要打啊 啊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知道吗 啊 啊 是你自己要跟联邦政府打 去打州人民没有要跟你打知道吗 啊 凭什么跟啊 人民怎么去反那个联邦政府啊 所以啊 不要 葬送 不要去葬送呢 自己州的人民 不要去绑架自己州的人民 这个政客你们永远记得这一点 OK 那个上个星期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啊 他说 反正你放一个安华 你就放一个我 我 我在这个纯宇宙呢 纯宇宙我没有听过这样的 的东西哦 啊 整个宇宙啦 离开银河系啦 到别的仙女系什么系什么宇宙 宇宙里面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了 这个纯宇宙第一次听见了 啊 反正呢 总之 不管你谁 你要你要穿照片 你就 就得把他的照片放上去 这个真的厉害 这个创意啊 真的是Creativity Innovative Creative 这个真的佩服他 啊 结果呢 你搞到这样子呢 好了 联邦政府来 搞你了好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海豹男孩呢 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 啊 接下来6个州损的海豹男孩呢 估计呢 国门是会用台北 所以丁丁不能够用了嘛 那丁丁是那个法庭班嘛 法庭班的人是不可以做海豹男孩的嘛 啊 你用丁丁你准备输嘛 那个丁丁的事情就严重是不是 啊 所以可能会用Sanossi咯 那么就恭喜大家咯 啊 绿色大海啸啊 青色大海啸啊 啊 我跟你讲啦 如果Sanossi做那个海豹男孩啊 可喜可贺啊 我跟你讲啦 啊 所谓的可喜可贺呢 大家自己猜啦 啊 啊 啊 就好像当时国阵呢 用Ismao Safli做 做海豹男孩 恭喜咯 啊 恭喜咯 啊 真的是恭喜发财咯 他用Ismao Safli 所以他用这个Sanossi做海豹男孩呢 恭喜发财 啊 你问我 你又叫我怎么评论 我一句话恭喜发财就可以了 啊 那么最近闹得沸沸扬然的 这个 这个Cool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呢 这个 人家不知道一个秘密 你知道吗 他现在他硬硬要在Cooling那边建 这个 机场 那么这个机场呢 他要 这个机场呢 他要 目的呢 就是要打垮那个 冰城的Payam the Pass的那个 那个国际机场啊 等下我们慢慢讲啦 所以最近 实际上呢 他给那个 科大的苏丹呢 讲了他 你做政客 跟我做一个好好的政客啊 你不要跟我做多余的东西啊 那 苏丹呢 不是很喜欢他 知道吗 因为他渐渐的把整个州呢 带去荷兰 所以人家讲呢 啊 今天这个新的新闻啊 人家讲他们TikTok很厉害 其实 其实按照数据呢 TikTok呢 录不了主流啊 就是那些人看不了了 啊 就是那几个州的人看不了了 啊 那个TikTok呢 上不了主流了 真正呢 啊 我们的数据是很准的 真正大马人最常看的 就是我们的油管啊 啊 YouTube 啊 会看很久啊 看几个小 啊 所以这些大家都支持这个YouTube啊 啊 OK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巨灵国际机场的秘密啊 OK 那么 看来 看来他是要做这个 这个巨灵国际机场嘛 然后拿这个来炒作嘛 实际上呢 这个真正这个机场的那个老板呢 啊 他跑去泰国了 跑去泰国做和善 他做和善呢 那去年被那个泰国政府抓了 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在那边抢 要引渡这个老板回去 那么 最新消息好像这个老板呢 要被送去中国 送去中国呢 可能会被抢毙 因为他 中国呢 他有一条罪他跑不掉的 他其他的都是小罪知道吗 其他的tonto money contractor的知道吗 就是有一条罪呢 洗黑钱呢 他把大量中国的钱洗出来外面呢 啊 这条罪呢 可能是枪毙跑不掉的 啊 这个啊 神祝福这个老板啊 啊 所以你们就知道了咯 这个这个机场呢 实际上是谁的project来的 就是这个老板的project啊 因为呢 居灵是他的大本营嘛 他原本的大本营在槟城嘛 槟城的人 你们知道我讲什么了 啊 每年几万几万 每天几万个中国人进来啊 啊 槟城的机场就如同他的装用机场啊 他全部来槟城国际机场的 都是他们的人啊 啊 然后 后来不可以嘛 他槟城太小嘛 槟城的那个地方有限嘛 所以他大本营就转到那个cooling了嘛 在那个G0嘛 所以 他为了让那个 那个全世界的粉丝 没有啦 中国的粉丝了 为了让他每天几万几万人来到cooling呢 所以他就见了这个cool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啊 后来就没有想到呢 他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他自己要游玩到泰国去了 然后现在是被抓去中国了啊 啊 然后呢 这个计划已经出来了 现在没办法哦 现在Sanoci要接手哦 啊 所以Sanoci现在接手呢 他到底是谁的 啊 还不知道啊 所以他也在那边神神秘秘呢 啊 讲这个东西 所以呢 这个机场的秘密呢 所以呢 我就这样子讲 讲出来给大家听了哈 就是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看来这个机场是建不成的 知道吗 他只是拿来做那个政治炒作 好了 所以这个Sanoci呢 如果呢 他真的成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啊 海豹男孩呢 去选举呢 公益发财 真的是公益发财 啊 真的是今年2023年的最大喜新 真的是公益发财 恭喜大家 啊 恭喜恭喜恭喜 我真的是恭喜啊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因为他是 你现在你身为一个州大臣呢 你要带领人民呢 你虽然是反对党呢 但是at least你要跟中央的关系 不要太坏吗 啊 你不要把人民带去火烂吗 那 最大州是一个呢 很有潜能的州 啊 很有潜能发展的州 啊 假如那个飞机场真的建得成的话 是不是啊 啊 但是呢 你真的不要把呢 州的子民带去火烂 你看现在去打州的人民 那就是讲啊 人没有C1了 这个州 啊 就是很快就既然当化了 没有C1了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呢 除非有C1 啊 这次呢 大神呢 啊 你们把这个大臣呢 换掉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句话 看你们做不做得到 啊 因为呢 很现实的啊 肚子会饿啊 母大爸一块二 一片母大爸二十块钱啊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你们还在那边呢 陪着他去火烂啊 他去火烂他自己去啦 你们跟着他去啊 是不是 好吧 啊 暂时跟大家update到这里 那么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么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